各位来宾,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欢迎各位来到福茂会成果发布会。 今天上午的第二场,我们把时间交给好未来集团。 让我们欢迎好未来集团,好未来机器学习负责人刘子涛, 为我们带来多蒙泰数据挖掘在K12教育中的最新进展的分享。 掌声欢迎。 各位来宾,今天早上好。 今天非常有幸能够在福茂会跟大家分享好未来用AI在教育中的一些成果和展示。 那我来自好未来集团,我叫刘子涛。 今天我的分享的题目是 Unleashing the Power of AI for Education, Recent Advances in Multimodal Learning in K12 Education。 那首先介绍一下好未来。 好未来是一家以智慧教育和开放平台为主体, 以素质教育和课外辅导为载体, 在全球范围内服务公办教育,助力民办教育, 探索未来教育新模式的科技教育公司。 那当我们谈到教育的时候, 可能有很多词浮现在我们脑海中。 那我想其中最常见的一个应该可能就是教室了。 那我们都知道, 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 那教室的形式会多种多样。 主要来说,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线上教室和线下教室两个形式态。 那无论是对于线上教室和线下教室, 其实它也有很多的细分。 比如这里我列举的一些简单的一些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传统的线下教室, 从最早的私塾的形式过渡到中间态的一个老师在上面讲, 班里做了很多学生, 到现在最新一代的智慧教室, 一个教室里面可能只有十到二十个人, 每个学生配以非常智能的一些硬件设备来进行上课学习。 那同时对于线上也是一样的, 线上从我们所谓的这个大班课, 一个学生, 一个主讲老师, 五百, 一千个学生, 到一些非常传统的一些基于视频动画的AI课, 再到一些新的一些AR、VR的一些交互形式等等这些。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课堂, 都发生着非常大的变化和演进。 那通常我们来说在这个教室的演进的过程中, 那这个时候里面会产生非常大量宝贵丰富的数据。 那这些数据成为AI赖以生存的基础。 那这些数据是多模态的。 那多模态这个怎么解释呢?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那多模态在教室场景中主要分为三个模态。 第一个模态就是我们说的这个Language, 也就是我们这个课堂中发生的这些对话的文本信息。 那第二个模态我们叫这个Visual, 也就是说这堂课发生的一些视频的信息, 比如说老师走动的行为, 学生老师的面部表情, 学生的手势和老师的交互等等这些。 这些都属于我们说的第二个模态, Visual的这个信息。 那第三个信息就是Vocal, 就是声音的信息。 那声音这个模态也非常重要。 比如说老师的说话的情感如何, 那学生表达的这个语言是否流利等等这些, 这些都属于声音这个模态。 那在这个教室场景中, 它的数据是三模态有机结合起来的, Language, Visual和Vocal。 那这里面我列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教室场景中的数据模态, 可以怎么样的一个细利度的一个划分, 也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有更好的认识和了解。 那比如说这里面我以两个维度来划分, 第一个纵向维度, 我以三个阶段, 课前课中和课后, 也就这里面写的这个Pre-Class, In-Class和Post-Class。 那另外我们可以用这个数据是谁产生的, 然后做另外一个维度的划分, 也就是我们这个横轴。 那这个里面我们简单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老师, Instructor, 第二类是学生, 第三类就是我们叫Administrator, 也就是在这个教育服务环节中的其他人, 那这些其他人可能包括了学习规划师, 包括了跟家长沟通跟进的老师, 可能包括了学校的管理者等等这些, 那这些都属于第三类, 这个Administrator。 那这里面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给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那比如说第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Instructor这块, 比如说在Pre-Class课前的时候, 那老师需要做什么, 老师需要去准备这些上课的PPT, 要准备这些slides,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有一整套的工具, 来提供这样的功能, 那这个时候老师的一些行为, 以及他所选用的题目, 所选用的上课的素材都会被记录下来, 那同时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在学生在这个Post-Class, 也就是学生在课后这个阶段, 那它会产生什么呢, 那学生在课后我们都知道, 学生要做作业, 那这里面还有很多考试, 小测验等等这些, 所以这些学生的这些所有的作业数据, 作答数据, 他们的正确与否等等这些, 这些信息都会被记录下来, 那这个里面就是我这里面列举的, 在这个Post-Class阶段, student这块有这个Homework, 有assignment等等这些信息, 那整体来说的话, 这些数据是非常丰富的, 要想把这些数据全部的应用起来, 那我觉得有必须要三个环节, 那第一个环节就是最上面的这个Collect, 就是我们如何收集这个数据, 那整个的教育场景还是偏线下的, 当然虽然现在线上已经非常丰富发达了, 但是对于教育场景中的数据的收集,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跟传统的互联网公司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在收集的过程中, 我们可能需要用到重包, 我们可能在AI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一些表征学习等等这些, 那下一个阶段, 当我们的数据收集回来了, 那我们需要用这些数据, 对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做一些评价, 那这就是我这边写的这个Assessment, 那这个Assessment能够告诉我们, 学生的当前的情况怎么样, 老师的教授情况怎么样等等这些, 那再下一个环节就是, 有了这些表层的这些Assessment, 那我们如何给到学生和老师, 这些深的一些Feedback, 就是给他们一些真的深的一些反馈, 那通过这些反馈, 学生可以进步, 老师可以提高, 所以这是第三个环节, 就是Feedback, 那整体来说, 它是一个循环, 或者说是一个流程, 那我们需要数据的收集, 到对老师或者学生的Assessment, 然后再到最后给他们提供反馈, 然后以及到数据的再收集等等这些, 它是一个全流程的一个环节, 那在整个这三大块的时候呢, 那我们好未来其实也做了非常多的前沿的研究, 以及相关的落地应用, 那这里面我把我们最近两年发表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论文, 都列举了出来, 那这些论文都发表在国内外顶级的这个人工智能教育, 以及数据挖掘等等的这些国际顶级会议上, 那今天的话呢, 我因为时间关系, 我重点跟大家介绍一下Assessment, 这一块我们的一些成绩, 那说到Assessment, 那我们第一个就是学生测的, 学生测的Assessment和Grading, 那这里面呢, 那第一个我想介绍的是说, 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 那我们这个叫Spoken Language Proficiency Assessment, 也就是说, 学生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到底如何, 那这个里面我想介绍一些背景, 其实我们通常都说, 中国的小学生, 中国人和外国人相比, 一大特色就是我们比较内敛, 我们不太善于表达, 我们更多的是谦逊, 那其实很多时候, 这里可能是我们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美德, 但是现在在新的社会里面, 它需要我们能够清楚, 清晰地表达出来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思路,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小学生其实是有一些劣势的, 那我们希望从小培养小学生的中文口语表达能力, 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 我们研发了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我们叫Verbal Fluency Task, 也就是说, 这个任务它能够锻炼小学生随时随地地锻炼他自己的口语表达能力, 那这个任务其实非常简单, 那通常来说是我们这样出的一道非常简单的一道数学题, 比如说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我有一个长条的面包, 我希望把它切成二十段, 那我到底需要切多少下呢, 那显然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简单, 那本质上我们并不太关注这个问题的答案本身, 我们更希望的是说, 这个学生能够把他的想法, 他的思路全部说出来, 我们更关注的是他的表达, 那这里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可以给大家可能更有感知, 我们来看这一题, 这一题是切法式小面包, 就是说, 你看这个是切了十下, 十下, 再加上原来没切的这一段加一, 那就是十一段, 这一题是我一共有二十段, 请问我切了几下呢, 是说我一共有二十段, 减去没切的这一小块, 那就是减一, 二十减一等于十九下, 那就是我一共切了十九下, 对, 那大家这样可以看到, 这样我想大家可以能够更深刻的感受, 也就是说, 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学生能够表达的东西, 他能够长期的随时随地的练习这样的一个口语表达, 那基于此的话呢, 我们开发了一套, 基于AI的一套口语能力表达评测系统, 那这个里面我们会从六大维度, 对学生的自由场景中的口语表达能力进行全面的衡量, 比如说最上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verbal fluency, 就是我们对于学生的流利的程度, 口语的流利程度进行一个全面的衡量, 那再下一个是topic relevance, 就是他说的这个内容和我出的这道题目是否相关, 因为很多时候小学生他可以说一些动画片, 或者说一些其他东西非常流利, 但是跟我的任务完全不相关, 这是我不希望的, 那第三个就是coherence, 就是他说的逻辑性, 那第四个就是说他情感, verical emotion, 他到底表达过程中他的情感是如何的, 那再下一个就是这个post interaction, 在有一些场景中, 我们是需要除了学生在声音的表达, 还需要一些肢体动作的交互, 那我们想看到他的表达的姿态是如何的, 他的仪态是否端正, 那最后一个是这个vocabulary diversity, 就是说他说的词汇的丰富程度到底是如何的, 那我们希望从这六大维度, 全面地衡量小学生的中文口语表达能力, 那其实这些能力衡量的背后呢, 都是基于我们一项非常前沿的一些深度学习的模型, 那这里面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是我们基于最新一代的这个transformer的模型, 然后研发的一个比对系统, 能够来衡量他的小学生的表达能力, 和我们题目的一些相关性, 那相关的这些工作呢, 我们也发到了这个世界的顶级的数据挖掘会议, 这个3W上面, 那这里面我展示一下我们的一些产品展示, 那这个里面我们针对刚才我描述的场景, 我们基于中文和英文两大场景, 然后研发了两种这个口语表达能力评测系统, 那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左侧的是中文口语表达能力评测, 在右侧是英文口语表达能力评测, 那刚才前面已经简单介绍过, 我们的这个系统分为这样几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当这个家长把学生的视频拍摄回来以后, 会上传到我们的后端, 那我们的后端会通过一些AI程序, 对它的音频进行抽取, 对它的语音进行识别, 然后对它的图像进行识别, 然后通过识别以后, 我们会通过AI的算法, 在这多个维度, 如果你是中文我们用中文的维度, 如果你是英文我们用英文的维度, 在这些多个维度进行表达和评测, 那最后我们会出出一份非常详细的评测报告, 那整体的话, 这套工具是完全产品化的, 也就是大家可以随时随地去测试, 比如说这里面我们有这个PC端的, 如果你家里有电脑的话, 你可以输入下面的网址, 可以随时随地来训练和练习, 那如果你不习惯用电脑, 习惯用手机的话, 那我们这里面也提供了小程序, 可以随时随地扫这个二维码, 然后来实时的体验, 我们的这个能力是实时的, 也就是说它会立刻给你一个评测结果, 那现在这套评测程序的话, 已经全面在好未来的多个事业部全部上线, 那同时的话, 我们也把这些能力输出给一些全国的一些中小的弊端机构, 目前来说的话, 它的适用场景非常广泛, 我们主要分为四大类场景, 第一大类就是幼小的入学测, 很多时候在小学这个阶段, 就是在入小学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评测, 那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程序进行一些评测, 这些在一些场景中已经落地应用, 那同时对于课中的发言, 我们都知道在线课堂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可能课堂会比较枯燥, 学生容易走神,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评测, 唤醒学生的注意, 增强课堂的互动, 那第三点就是课后, 课后我们可以给学生布置很多这样的作业, 学生可以在家里面随之随地来练习, 那第四个就是活动比赛, 我们可以办一些, 这个类似于英语能力联强比赛, 中文能力联强比赛这样的一些比赛活动, 然后来增加这个学生对于这个相关的一些兴趣。 那当前的话, 这条能力整体的服务现状已经累计服务2000万人次, 然后覆盖的老师是5万多人, 然后覆盖的学生500多万。 那下一块的话, 我想跟大家介绍我们另一块工作, 是基于我们的一个文字识别的, 刚才前面讲的更多是偏于语音类的, 那文字识别这一块,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任务, 这个叫Robot Word Recognition, 大家可以看一下前面屏幕上的这一段英文, 我想大家如果读学过英文的话, 应该不难去理解, 比如说我们可以念一下, 简单念一下, According to a research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it doesn't matter in what order the letter in a world are, 然后等等, 后面我就不念了, 那其实大家可以发现, 我们人去理解这一段文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当我们仔细一看, 我们发现, 这里面的每一个单词拼写都是错误的, 大家可以看到According他拼错了, 然后Research他也拼错了, Cambridge也拼错了, 这里面的每一个词其实都是错误的, 但是我们人确实, 其实是可以理解这样的东西的, 那这个里面其实叫什么呢, 这样的句子其实在学术界上有一个定义, 这个就叫Cambridge Sentence, 也就是说这个句子里面的每一个词的顺序, 我是打乱的, 但是人是可以理解的, 那这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那当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句子放到, 比如说我们说Google的这个AI是最厉害的, 那我们把这样的句子放到Google的这个翻译系统里面, 我们发现这样的翻译系统是完全是不work的, 那这个其实场景跟我们的教育场景其实非常类似,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很多作业是学生来写的, 小学生来写的, 那这个时候学生的手写, 他会经常会有很多这样的错误, 那这样的错误我们怎么解决, 那于是的话我们考虑到这两类的信息, 首先一个单词本身, 这个单词的字母顺序它其实有规律的, 比如说我们通常说这个whole, W和L很少地连在一起, 所以我们希望说当我们发现W和L同时连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可能大概是它错了, 那同时的话, 一个字在一个句子中它是有一定关系的, 所以我们希望考虑句子中间的这些依赖关系, 那通过我们考虑两类的这样的关系呢, 我们也是研发了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深度学习的一个神经网络, 然后能够去实时地去发现, 以及纠正这样的这些单词的一些错误, 那我们这个framework叫这个MOD, 相关的这些工作呢, 我们也发表在了今年的这个国际人工智能顶级会议AAA上面, 那基于这项工作, 我们背后研发了我们的, 在好未来研发了我们的英文作文批改, 和中文作文批改两项非常前沿的一项这个作文批改技术, 那这里面, 这里面我们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对于中文作文批改来说的话, 那其实中文作文批改的维度其实会非常多, 比如说你这个文章的内容怎么样, 你这个文章的结构怎么样, 你这个文章的语言怎么样, 那对于结构来说的话, 其实里面又分很多系列, 那这里面我列举了一些这些例子, 甚至包括我们的一些修辞手法, 描写手法, 你是排笔还是拟人, 你是心理描写还是动作描写, 那等等这些其实都是还是非常复杂, 非常多的, 那在这个过程中, 同时我们是已经完全将这些能力产品化, 这里面我们支持学生的一些敲打的一些批改, 以及上传图片拍照的一些批改, 我们都全面支持, 那这里面我也列举了一个我们的一个产品化的一个样例, 比如说这里面是我们一个英文作文批改的一个小程序的一个样例, 我们拍照输入一篇文章, 会在大家进行一件自动的批改, 那批改完了的话有一些总分和一些总的概要, 那后面的话有一些细节的一些评语, 比如说一些细利度的一些详情, 我们都可以点击查看, 那同时如果大家对这个产品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扫我们的二维码然后来进行体验, 那下一个环节我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Teaching Effectiveness, 就是之前前面我们讲的都是基于学生测的, 我们如何通过AI去帮助学生, 去对学生进行assessment, 无论是中英文口语表达能力评测, 还是中英文作文批改, 我们都是用AI来去衡量学生, 那同时在assessment的这一块, 我们也可以用AI来衡量老师, 那衡量老师呢,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想衡量老师的这个教学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也就是我们英文中常说的这个Teaching Effectiveness,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现在这个疫情啊, 把所有的这个上学, 这个教学过程都push到了线上,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线上的形态, 前面我也接受过, 其实线上形态非常多, 那简单来说可以分为这三类, 第一类是一对一, 也就是一个老师一个学生在课堂中上课, 那这个老师会给这个学生极致的关注和体验, 极致的互动, 让那个学生更好地学习, 那第二个形态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我们叫的这个传统的大班课, 也就是我最下面这张图, 那通常这一堂课的学生会非常多, 可能有五十, 一百, 五百, 一千等等这些会更多, 那通常这种情况会有一个名诗在上面讲, 提供很多学生在关注, 在听, 那介于两者之间的我们有一个新的形态, 我们叫在线小班课, 那在线小班是介于一对一和大班中间, 我们有一个老师, 可能有六个学生, 或者十个学生, 或者十二个学生, 然后他们进行一个小范围的一个交流和学习, 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我们希望AN能够帮助学生和老师, 打破这个在线课堂的一个黑盒, 那这里面我们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说, 我们想确保学生, 我们想确保老师真的按到了我们的要求来上课, 那这个里面, 所以我们希望去监测老师他上课的一些这个, 我们叫他这个, 一些话术和指令, 比如说我们这个叫Dialogical Instruction,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 一个好的老师, 你如果来上课, 那你需要服从我们的一些认知和规定, 那比如说我们希望老师要跟学生课前要打招呼, 比如这个Greeting, 老师要带着学生记笔记, 比如说这个Note Taking, 比如说老师要表扬学生, 这个Commending等等这些, 那这些都是我们希望老师去做的, 那老师到底真的做了没呢, 那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AI来进行统计和分析, 然后给到老师一个真实的一个反馈, 那相关的工作我们也发表在今年的这个, 国际人工智能教育的大会上, 那前面第一步我们说了, 就是我们希望老师要做我们希望他做的, 那同时我们也不希望老师去做一些违禁行为, 那在这一方面的话, 我们同样我们用AI来确保这个课长的质量, 我们叫这个Class Quality Assurance, 也就是说我们不希望老师在看过, 过程中比如说说一些我们的违禁词语, 我们不希望在课堂中, 老师和学生发生一个长期的一个静默, 也就是说这一堂课一个小时, 如果老师和学生有三十分钟他们都没有说话, 那么会觉得这个很奇怪, 这会发生一些问题, 我们需要用AI发现它, 我们需要人工再去检查复试, 那同时对于我们前面刚才描述的这两个类里面的话, 我们同时对老师的提问更加关注, 因为其实在课堂式的话, 提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学手段, 如何提问其实关系到学生的整体的上课质量和水平, 那有很多的研究也表明的话, 学生的一个最终的一个这个成就, 其实非常依赖于老师的提问, 和老师的这个提问的方式, 效果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那其实在过去的话, 其实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以及世界各地, 其实有很多的尝试都在尝试说, 如何帮助老师做好课堂上的提问, 那第一个首先就是我们比如说给老师带一些麦, 带一些麦袋在在身上, 那同时或者是我们在教室里面布一些收音装置, 比如说甚至是当这个微软的这个Kinect出来的时候, 那很多老师, 尤其是美国的学校尝试在教室中布景这个Kinect, 然后来全面的一些采集教室的行为, 那很多时候这样其实都是不是特别这个scalable的, 也就是很多场景中依赖于比较低廉的设备, 很多的时候你教室场景不一样, 你的布局完全不一样, 这里面其实是非常耗时耗力的, 那基于此的话呢, 我们希望的是说我们研发一个不需要基于额外设备的, 能够实时地分析老师的上课提问情况的这样一款软件和程序, 那这个里面我们研发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基于深度学习的一个基于老师提问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监测框架, 比如这里面我们当我们先采集到老师的一段发音的音频, 然后把这段音频通过VAD算法来对音频进行一些切割分距, 比如这些分距以后, 我们会把这些每一个小的音频片段转移成文本, 然后通过这些文本我们来通过我们的神经网络来进行分类, 然后我们来确定老师这一句是不是提问, 如果它是提问, 它是哪一类的提问, 这里面我们将这个提问也非常细分地分为了四大类, 第一类就是知识型的探索型的问句, 比如老师问一加一等一几, 地球是从西边升起, 太阳是从西边升起的吗, 等等这些, 这些的答案是固定的, 这些所谓知识型的问句, 第二类就是求知型的问句, 就是开放型的问句, 也就是说这个问句它没有固定的答案, 它希望激发学生的思考, 比如说老师会说, 小明这条题你是怎么想的呀, 等等这些, 这个叫开放型的问句, 那第三类就是一个过程中的调试型的问句, 比如说老师会问学生说, 大家能听到我吗, 我的声音小吗, 等等这些, 那这些属于过程类的问句, 那还有一类, 第四类就是在一个对话过程中, 人的口语化的过程中的一些口语化的一些问句, 比如说有一些, 大家老师可能会, 中文老师可能会常带的一些, 妈啊, 嗯啊这些的词, 以及英文里面大家会说, 这个说right, 对吧, 像这些excuse me这样的, 其实它并不是有代表真正意义的, 只是为了一个对话的一个承接的一个类的问句, 那我们将这些问句所有细分为这四类, 那再经过我们这个精心设计的这个深度学习的一个网络, 然后我们能够将这些问句进行精准的分类, 对, 那基于前面说的描述的这些, 我们对老师情况的量化呢, 我们将它整体集成起来, 打包成了一个我们叫高代的一套, 在线课堂教学质量评价AI解决方案, 那这套解决方案, 它能够打破教学过程的黑核, 解构师生的教学行为, 量化课程评价体系, 那这是一个我们也是在纪念福报会上重点推出的一套整体的解决方案, 那这套解决方案, 其实它背后依赖的是一个非常, 非常这个well studied的一个教学分析系统, 叫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 那在这些系统, 在这个系统理论方向支撑下, 我们对从老师测和学生测, 从他们的语言和活动两大维度, 进行了细利度的拆分, 那这些拆分我们会分成很多的方面, 比如说老师的授课内容, 学生的这个课堂参与等等这些, 那这里面列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老师的课堂教学分析报告, 那我们会对老师的授课内容, 教学表现力, 教学的仪态等等这些, 然后进行全面的量化和分析, 给到老师一个实时正面的反馈, 那同时对于学生测, 我们会对学生的课堂行为分析, 进行一些量化, 那这堂课, 学生的表达情况是如何的, 学生跟师生的问答情况是如何的, 学生有没有养成记笔记的好习惯, 学生有没有养成总结内容的好习惯, 那这些都是我们通过AI的作为辅助手段, 提供给老师学生的, 那整体这一套整体的AI解决, 这个高代基于在线课堂的质量评价解决方案, 已经全面在我们的好未来AI开放平台上全面承载, 那目前来说的话, 它的接入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只要用户测, 将这个在线课堂的视频接入给我们, 我们会提供全面一整套的各细粒度的分析, 以及相关的一些外话报告, 那后面重点介绍一下好未来AI开放平台, 那前面我介绍了三款我们主打的一个AI解决方案, 第一款中英文口语表能力评测方案, 第二款中英文作文批改解决方案, 第三款高代在线课堂AI质量评价解决方案, 那这三款AI解决方案都其实是常态化已经在好未来, 以及一些弊端机构常态化使用了, 那这个里面其实它的背后离不开好未来AI开放平台, 好未来AI开放平台是我们过去两年持续打造迭代的一款, 能够面向市面上的所有的中小弊端机构的承载AI能力的一套开放平台, 那它过去的话目前已经上线模型数一百多个AI模型, 那半年的累积丢用量超过一百四十五亿次, 那服务的学生数超过千万, 那在我们这个AI开放平台背后, 其实它承载的是我们的好未来整个持续在AI的, AI加教育上的输出和贡献, 那这个里面背后我们列, 我只简单的是管中亏报列举了一些我们背后的一百多项AI能力的一些代表, 那在上面我们沉淀呢, 其实是四大类型解决方案, 互动评测解决方案, 内容生产解决方案, 以及教学管理解决方案, 那如果大家对这些有兴趣的话都可以, 大家来访问我们的福报会的展台, 或者登陆我们的AI.100TL.COM的官网, 能够来实时了解, 那我们的好未来AI开放平台, 我们的优势是什么, 我们认为我们有四大优势, 第一大优势就是我们的高稳定性, 我们的这个可以稳定性可以做到四个九, 确保这个用户的接入的时候没有一些事故, 那第二个我们是快速接入, 我们有全套的API文档, 以及相关的一些人员, 配套人员来服务,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可以灵活地扩容, 也就是说当你的需求量, 是小的需求量的时候, 我们可以支持, 当你的需求量突然并发增到很大的时候, 我们同时也可以支持, 那同时我们也提供24小时的运维服务, 确保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得到实时的反馈, 那后面这里面我列举了一些, 我们过去的一些工作的一些reference, 如果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check后面的这些论文。 那最后我想说, 这个豪威来持续做教育很多年, 那在AI这一块, 豪威来也是国内的领先者, 那我们希望把我们做的AI这些, 所有的这些能力全部贡献出来, 给到这个中小的教育机构, 然后能方便, 能够普惠更多的学生和老师, 以及教育从业人员, 那我今天我的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